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书说《轮回之谜》,转世是否真实,在无数的心灵追寻与哲思探索中,轮回转世,这一词汇,始终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它源自佛教的深邃教义,描绘了一个死后灵魂进入轮回,再次投胎为人,历经无数生死循环的宏大画卷,你是否曾在某个瞬间? 对某个人的容貌,某个地方的景色,甚至某种微妙的感觉产生过莫名的熟悉,那种似曾相识的悸动,似乎指向了一个可能,或许我们真的带着前世的记忆,在今生中寻觅着某些遗失的片段,对于这一神秘现象,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人猜测这可能是轮回转世所留下的印记,让前世的灵魂在今生得以重温那些遥远的记忆, 而当我们深入探索这一话题时,不禁会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日本的神奇男孩光二 2020年底,一个名为《寻找前世家人》的日本综艺节目,将镜头对准了一个年仅9岁的小男孩光二 这个男孩身上所存在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爱与希望,更是关于轮回转世这一古老话题的深刻探索 故事始于2020年2月,一位名叫智慧的日本妈妈,在网络上发文求助 他的小儿子光二,从三岁起就时常提及自己前世的记忆,甚至能详细描述前世的母亲和某些生活片段 起初,智慧以为这只是孩子的童言无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光二对于前世的描述越来越详细,让他开始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 直到光二六岁那年,他的一次震惊言论彻底让智慧确信儿子拥有前世记忆的真实性 那个年幼的孩子,竟然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上辈子去世的情景 那种情感的真实与深沉,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如今,让我们一起跟随光二的脚步,探寻这个关于轮回转世的神奇故事 感受那份来自前世的深情与记忆 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轮回是否真的存在,转世又是否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光二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清晰记忆 他详细描述了前世因交通事故离世的经历 甚至连那辆小电膜的颜色都历历在目 不仅如此,他手绘的事故现场地图精细到令人咋舌 包括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路上的黄色导芒砖 笔直的小路等细节都一一呈现 更让人震惊的是,他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 事故发生时附近红绿灯下传来的哭声 仿佛那一刻的悲怆仍萦绕在心头 当智慧看到这份手绘地图和听到这些描述时 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 光二继续讲述 他前世的父亲是一位中型医院的药剂师 母亲则是一位贤淑的家庭主妇 他留有一头长发,声音温柔如春风 那天,他为了给家人买厕纸 骑着心爱的小电魔出了门 在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过马路时 右侧的车辆突然急驰而来 将他撞倒在地 尽管被紧急送往医院 但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离世 光二还提及了前世自己的一个爱好 打游戏机 他说,那时非常流行一种 只有两个控制按钮的游戏机 应该是任天堂红白机 根据他的描述 前世的他去世时间 应该是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 那是一个充满回忆的时代 这些详细的描述 让智慧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不禁想 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六岁孩子 能编造出来的故事呢 每次听到光二提及前世的母亲和家人 他的内心都充满了纠结 他相信 儿子是真的想见见前世的妈妈和家人 然而 命运似乎给了智慧一个挑战 几年前 他被确诊患有乳腺癌 在生死面前 他看透了许多事情 也决定要帮儿子实现这个愿望 趁着自己还健康 他决定为光二找到前世的家人 于是 他开始在网络上发文求助 将光二描述的前世点滴 整理成文字发布出去 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联络到儿子前世的家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智慧收到了一位网友的来信 这位网友表示 他认识的一名后辈的儿子 多年前因车祸离世 事件的经过 与光二所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还提供了一些事故现场的照片 当光二看到这些照片时 他激动地大叫起来 我见过这里 随后 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 显然是被这些照片勾起了前世的记忆 智慧和网友取得了联系 并决定见面 根据网友的描述 那位因车祸离世的后辈儿子 与光二所描述的年龄 职业 家庭成员 以及父母职业都高度吻合 这一切都让智慧坚信 光二真的拥有前世记忆 而他也决定继续寻找下去 为儿子揭开这个神秘的前世之谜 经过深入的调查 与亲身的探访 智慧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 他亲自来到了那个改变光二命运的十字路口 眼前的景象与儿子光二手绘的事故现场地图如出一辙 从现场的景物布局 红绿灯的位置和外观 当路口上红色盲到红绿灯发出的声音 都与光二的描述惊人的吻合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地图上标记的小房子 竟然就是那位网友所提及的 失去儿子的后辈的家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光二并没有说谎 光二曾经怀揣着对前世家人的思念 写了一封认亲的信件 智慧希望能帮儿子完成这个心愿 于是他鼓足勇气 独自前往了网友后辈的家 然而 现实总是残酷的 对方拒绝了这封认亲信件 男主人表示 多年过去 那段痛苦的往事已经不想再被提起 智慧对此深感抱歉 他意识到虽然他渴望让儿子与前世亲人重聚 但这对于已经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 无疑是一种残忍的打扰 或许互不打扰 各自安好 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回到家后 智慧在网络上向一直支持他的网友们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他表示 能够证实儿子所说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这已经足够了 于是他决定注销账号 不再深究儿子的前世之谜 几个月后 当节目组再次联系智慧时 他告诉大家 小儿子光二已经很少再提及前世的话题了 现在的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 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对于光二来说 这也许是漫长今生中最好的选择 事实上 儿童时期能够清晰回忆起前世的事情并非孤立 美国著名精神科医生伊恩 史蒂文森教授就曾花费40年时间 研究了超过2500起儿童出现前世记忆的案例 其中 有1200起案例中的前世内容得到了证实 通过这项研究 史蒂文森教授总结了儿童具有前世记忆的七个特征 一 儿童在交流中能够自然地说出前世的事情 且描述详细生动 二 他们能清晰地回忆起前世的生活细节 如居住环境 职业等 三 儿童能够描述前世自己的身份 性格和人际关系 四 他们保留着前世的性格习惯和兴趣爱好 五 百分之九十的儿童在转世后仍然保留着前世的性别 六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的外貌特征 尤其是面部轮廓 可能会逐渐与前世相似 七 轮回转世不会保留其生前与家庭及社会成员的具体关系 但某些情感联系可能仍然存在 除了光二的故事外 美国小男孩瑞恩的经历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的故事同样充满了神秘与奇迹 让人不禁对轮回转世之说产生更深的思考 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 生命的奥秘远非我们所能想象 而尊重与理解 则是我们面对这些未知时最好的态度 瑞恩在四岁的稚嫩年纪 突然向母亲吐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她曾是另一个人 她陆续向母亲讲述了自己关于前世的记忆 其中不乏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叙述 比如她渴望品尝一种名为 Trouble的饮料 母亲上网查询后发现 这款饮料竟然是1938年才有的 且在1950年代风靡一时 一个四岁孩童如何知晓几十年前的饮品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然而瑞恩的母亲 一个对轮回转世并无信仰的人 选择了保持怀疑 将此事隐瞒了下来 然而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有一天 当瑞恩在翻阅一本老电影杂志时 她竟指着其中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 坚定地告诉母亲 妈妈 这就是以前的我 这一刻 母亲再也无法忽视儿子的说法 为了探寻真相 母亲鼓起勇气 将儿子的经历告诉了研究儿童前世记忆的专家 经过专家的深入追踪和研究 他们发现 瑞恩所描述的前世记忆与现实中的某个人物 好莱坞演员马蒂 马蒂 惊人的吻合 这位演员后来转行成为了好莱坞经纪人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 相关人员找到了马蒂的家属 并联合他们对瑞恩进行了测试 当瑞恩看到马蒂家庭成员的照片时 她能迅速指出马蒂的妻子 而这位妻子的照片从未公开过 更令人震惊的是 瑞恩还能详细描述马蒂在好莱坞的生活 包括她在百老会跳舞 与女星对戏的经历 以及她对那个时代好莱坞人的了解 实际上 在接受采访时 小男孩瑞恩所描述的这位好莱坞经纪人马蒂 马蒂已经去世50年了 然而 瑞恩所提供的关于前世的人生细节 既丰富又深入 且得到了多方面的印证 这使得她成为了儿童拥有前世记忆的传奇案例 不过 值得欣慰的是 在十岁以后 瑞恩对马蒂的记忆开始逐渐淡化 这让她能够顺利地融入这一世的生活 这个故事让我们不禁感叹 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科学家们曾指出 宇宙中有高达90%的物质是暗物质 即我们无法直接观察或感知到的物质 而关于轮回转世的真相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也能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小叔说 感谢您的倾听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点击订阅 或者将我的频道 分享给您的亲人与朋友 大家的支持 是我继续分享和创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